首先我要声明一下,我们来自莱利·温特斯的团队 如果你听到一些与你们的领导人所教的东西不同的内容 你要向领导人确认一下,确保自己是按照他们教导的去做的 你们今天都会得到一些好指导,好的信息 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在离开这里的时候也会说,既然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我们的目标是提升你们的信念,我们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 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能成功赚许多钱 我们的目标是尽量享受这一切 作为一名独立生意人,我们没有老板,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被再次邀请回来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老板,我们也不可能会被解雇,这不是很好吗 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是功心一足 我以前在美国银行工作,每个星期工作四十小时 美国银行有着十八万五千个雇员 我是其中一员,感觉自己还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已经没有老板了 我喜欢现在的生活,我们过得很愉快 很久以前我就明白到,如果你做的事情不是你喜欢的 你很难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是力量型性格 当我开始一件事情以后,我不在乎你是否喜欢我 我不在乎你是否开心,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好 但是我从莱利温特斯身上学到 如果你的团队不开心,他们便不想待在你的身边 因此在和莱利交往,阅读和学习系统关于领导力的所有内容之后 我明白到生命太短暂,应该尽情去享受乐趣 在这个系统和这个生意里,你想赚多少钱就能赚到多少钱 同时,你想享受多少乐趣就能享受多少乐趣 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组合 我在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读本科 在另一个研究生院完成研究生课程 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学术指导老师和职业顾问 是非常职业化的工作 我长大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 我的成长历程相当混乱 但是充满了乐趣 我必须学会回到那种方式 因此,这个生意能把你带回去那个快乐的时光真的很好 所以,让我们今晚度过一段轻松快乐的时光吧 在一个公开义务讲座上 我认识了我最好的朋友 他来参加聚会,坐在第一排 我们一见钟情 此后几个月,我们简直离不开对方 我妈妈说,你是不会越来越年轻的呀 在妈妈的撮合下,我们结婚了 现在还在度蜜月 有人问,你们结婚没有多长时间吧 我说,是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趣了 因为我们选择那样去生活 我们每天都在婚姻上面下功夫 关键的地方在于 我们和那些非常优秀的人交往 你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明白到 除非你的家庭和睦 你是不可能发展一个大生意和大团队的 我的太太总是让我不走偏差 她是上帝给我的最好礼物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受到祝福 几个星期之前 我听到一个人在讲我们的生意模式 他讲到雷克拉克 你们都知道这位麦当劳创始人的故事吧 雷克拉克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据说全世界有超过三万个麦当劳快餐店 他的女儿每天从麦当劳特许经营权里 赚到大约五百美元 这三万个麦当劳餐厅 每天让他赚到五百美元 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才能赚到那么多钱呢 什么都不用做 当我最初看到这个生意模式的时候 我不明白这一点 后来我明白了 成功的关键在于复制 而不是创新 系统已经准备好了 他正在培养出一个接着一个 一个接着一个的领导人 加入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就明白 要在这个生意里取得成功 必须具备两个要素 在我加入的时候 我就有了其中一样 那就是志向 你必须拥有志向 我告诉我的团队伙伴 我们不准备教你去拥有志向 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 要给任何人增添动力 激励你们 没错 帮助你们建立信念 让你们相信任何人都能做到 没错 但是你是不能教人们拥有志向的 你必须自己拥有志向 你必须想要得到更多 我告诉人们 要做医生并不需要拥有志向 有些人或许有疑问 我的意思是 考上医科大学 这确实需要志向 完成论文 拿到毕业证书等等 确实需要志向 但是一旦你成为了医生 就不需要志向了 我团队里有一个律师 他在开始读法学院的同一个星期里 他看到这个生意 他还没有做到翡翠 不过他做到了直系 稳稳当当的直系 他还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 就已经达到Q12直系资格 最近他刚刚从法学院毕业 成为了一名律师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 但是人们想要得到的事情 就会想去做的 志向就是你愿意从现在所在的地方 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关键是你愿意去做那些不同的事情 我以前的许多同事 他们知道我有自己的生意 我的很多同事 其中一些人加入了我的生意 另外一些人 当我给他们讲计划的时候 他们回答说 我想做这个生意 我会来参加聚会的 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 他们没有参加聚会 三番几次都是这样 后来我就明白到 这些人也想成功 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决心 去付出行动 这个房间里面的各位 你们具备做到钻石 以及更高级别的一切条件 因为你们已经拥有志向 另一种素质 也是你们必须培养的 那就是虚心受教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两种要素 我经常告诉人们说 我们在寻找有着这两种素质的合作对象 一个是有志向 另一个是虚心受教 我起步的时候很有志向 我一开始就讲计划 我的推荐人是我表哥 他是一个农夫 我对他很有成见 但是我足够尊重他 以致参加了聚会 后来我看到了整个团队 我就说 看来我能做这件事情 我是很有志向的 我很愿意去工作 但是单纯是工作 并不是成功的关键 关键是聪明的工作 你们怎么学会聪明的工作呢 这就需要你们虚心可教 愿意去学习 我必须放下自我 承认自己并非什么都会 我加入生意的整整一年 我都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 虽然我一开始就非常努力 但是我没有责怪这个生意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刚刚包奖一些人 我们刚刚参加了公司的奖励旅行 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人 有夫妇 也有单身人士 男女老少 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 所以很多人成功了 因此我从来不会埋怨这个生意 或者这个系统 因为只要这个生意 让任何一个人成功 那它就是可行的 为什么我做不成呢 我必须从我自己身上找问题 或许我应该多做一些事情 去找到正确的人 或者我需要更加持续不断 或许我应该去读一读 他们推荐我读的书籍 我有着一个硕士学位 所以我向来认为自己无所不知 我妈妈不知道硕士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过她很为我感到骄傲 因此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培养正确的工作态度 要工作 人们说要去讲计划 没错 不过除此以外 还有一些事情 你需要列出两份名单 第一份名单 是你的家人和好朋友 例如你的哥哥 你们非常熟悉 说话不必客气 你说 喂 你今晚在家吗 别动 我要来你家 给你看一些东西 我知道每个人都很忙 但是如果你把你的24小时分拆开来 就会发现即使你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 你没有工作的时候还是比你工作的时候更多 很多单身的人总是说自己很忙 你们多少人有小孩的 我知道 有孩子的人听到那些没有孩子的人说自己很忙 肯定是很想给他们一拳的 虽然这让你不舒服 但这确实是事实 如果你们没有小孩 你们是不会很忙的 努力工作的其中一个内容 就是要列出名单 如果你是新人 我现在就要告诉你这个生意的秘诀 现在开始这个生意 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好 为什么呢 我知道 在温特斯团队里 目标人群越来越年轻了 这个生意对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 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在我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 他对于这个年龄的人群来说 远远没有现在那么有吸引力 因为我们现在能给予人们的东西 比以前多了很多 我们现在已经创造出一个浪潮 在这个生意里 人们在以很快的速度做到翡翠钻石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事实 以前那些心态比较老的人 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意识到 我们手里到底拥有些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老人 你必须改变你的思维模式 我也必须改变思维模式 去好好留意这个生意 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建立起来 我是这样教我的新伙伴的 如果你能给我提供一份 有一百个人或以上的名单 我就能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 帮助你做到银章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如果他们愿意聆听 让你们的领导人和人们交谈 他们知道如何与人们交谈 应该怎样说话 他们什么都搞清楚了 开始的时候 我的名单上有一百四十一个人 但是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 问题是我自己打电话给他们了 你知道我推荐了多少个人吗 只有一个 我没有责怪这个生意 没有责怪我的团队 但我也没有让团队帮助我 这是我犯过的最大错误 所以你要在名单上面下功夫 在座有多少人有手机的 每个人都有 我来自美国南方 我们那里比较落后 现在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手机 我知道两件事情 第一每个人都在寻找 只要想想你的手机 在你的手机里 有多少个人正在寻找 多赚几千块钱的机会呢 我不是说几百万 而是一两千 谁会需要额外的一千 或者两千美元呢 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吗 所有人都需要 第二这些人当中 有多少人是消费者呢 所有人都是 如果我们不知道人们在寻求什么 我们在推荐人的时候就会有困难 人们怎么会对这个生意不感兴趣呢 我们只不过是改变购物习惯而已 然后要教别人做同样的事情 他们都会说话吗 当然 他们都是消费者吗 没错 而且他们还在你的手机里面 没错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们都在梦想着明天能有多几千块钱就好了 那么我们不和这些人分享这个生意 是多么自私呢 所以当我明白这一点以后 我叫新人起步时就会问他 你想不想让我给你看看 这个生意是多么简单 在大多数情况下 当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意模式以后 那些年轻人都会马上发短信 告诉朋友们说我刚刚看到一个百万美元的生意计划 我说发什么短信告诉他们打电话给你吧 我只是想说这个生意是多么简单 有时候我们把事情给复杂化了 年轻人实在有意思 他们会滔滔不绝的和他们的朋友谈事情 他们经常发短信 那个人回短信问是什么生意 我告诉他说让他打电话过来吧 那个人打电话来是我接的电话 我说我是布莱恩 史蒂夫刚才发短信给你 谈到关于赚钱的情 我和一些企业家一起合作 正在拓展一些生意 史蒂夫也想赚些钱 他称赞你说你很有志向 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 不过我想和你谈谈 给你讲解一下这个生意概念 或许我们可以合作 你们知道我每次这么做 都能得到什么回答吗 太好了谢谢 然后我就教我的新人 我说史蒂夫 当你的朋友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你可以这样回答他 我刚刚了解到一些信息 这个人给我看了一个生意计划 我建议你花15分钟和这个人谈谈 你不必穿得太正式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见面 放下电话以后 我们坐下来一起列名单 几乎所有人的手机上 都有着超过100个人名 我可以通过这个名单 来帮助他们迅速启动生意 我经常这样问我的新人 你想让我给你展示一下 建立这个生意有多么简单吗 我相信对于坐在这个房间里的你们 以及那些看过这个生意计划的任何人 你们最大的疑问是 我能做到这件事情吗 那确实是每个人心里最大的疑问 人们想着我是一个消费者 我也经常和别人交谈 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 我们认为那些做成的人一定有着什么秘诀 因为我们还不习惯看到有人拥有这种生活方式 如果你像那些已经在这种生活方式里成长的人 谈起这个生意 他们会很简单的说 可以啊 你当然可以做到了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他们的思维已经习惯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帮助他们起步的 我推荐加入生意的大多数人 我都是在发展生意的过程中认识的 以前我还不认识他们 我学会了和人们交朋友 我不想把事情过于简单化 但是这些年来 随着我变得越来越简单 我的生意成长得越来越快 现在我已经简单的令人发闷了 现在当我和别人谈话的时候 无论对方是什么背景 我都想着 他们都会需要用上额外的几千块钱 我就专注在这一点上 没错 他们是想要自由 他们是喜欢做这做那 以前我总是想着 这个人有一堆儿女 肯定很忙 可能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 是啊 但是他们肯定用得上 那一两千块钱对吗 所以我经常要调整心态 我尽量保持简单 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些东西 我享受这个生意 因为我不会去推荐那些 不想被推荐的人 我不会和一个 不想和我们合作生意的人合作生意 我不会去说服别人 说他们需要更多时间和更多金钱 虽然每个人都需要 但是如果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听这些话 他们就是还没准备好听这些话 我以前有些老同事 后来可怜兮兮的找到我 说布莱恩 我知道你在发展那个生意 我觉得我准备好发展了 但是两天以后 我让他们参加聚会和团队见面 他们居然又说 哦 我很忙 以前这种情况让我很生气 现在不会了 因为我在寻找什么呢 我在寻找那些有志向的人 如果你星期六出现在会场里 你就适合这个要求 因此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你需要愿意去工作 有些人问 布莱恩 你多久讲一次计划 你的领导人建议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不过我的答案是经常讲 我来自温特斯团队 我愿意帮助你提高你的结果 我有一些行动计划 能极大改变你们的生意 如果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成果 你可能需要提高你的工作量 我知道人们不想听到 你需要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话 很多时候你需要调整 有时候你需要多读人际关系方面的书 有时候你需要多和别人交往 不过所有问题还是规矩到 你是否愿意多做工作 有时候工作不是机械性的 例如你需要坐在家里读书 那本书令你非常恼火 但它确实讲了一些 你需要听到的事情 我知道尤其是男人 很难放下自我 很难接受生意发展不顺利 原因很可能在自己身上 在美国当生活进展不如意时 人们非常善于把责任 推卸到别人头上 莱莉经常教我说 那样做也没有问题 只不过那样的话 你就得先得到别人的允许 才能改善你的生活 如果你责怪别人 为你限于生活的某个困境而负责 你当然需要别人的允许 才能走出那种困境 这当然是你不希望的 因此第一点是 要愿意去工作 去打电话 讲计划 我自己比较喜欢和年轻人一起工作 因为年轻人非常习惯晚上做事情 他们想做就做 他们有着创业的激情 他们知道好好读书 然后找份工作 以为可以就这样生活下去 这是行不通的 我认为美国银行付钱聘用我 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 就要努力工作 如果你们读了很多人际关系的书的话 你们就会很善于和人打交道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 我不是在自吹自擂 这一切都归功于系统 我还在美国银行工作的时候 我被提名为 美国银行的领导力咨询委员会成员 美国银行总共有18万名员工 这个委员会只有12个人 而我居然获得了提名 我还不想呢 我心想 我不希望成为什么委员会的成员 我可不想承担这些责任 但美妙之处在于 你在系统里学到的一切 对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帮助 我告诉新人 你们和这些百万富翁交往 将会改善你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而不仅仅是提高业绩 这是系统的一个伟大优势 但我们并不是经常留意到 因为很多新人还暂时不想获得自由 他们说 我刚拿到我的硕士学位 我还不想放弃我的工作 我发现 你们这些人有时间 有钱 你们一个星期有六个星期六 一个星期天 但我还不想像你们这样 我从德士特那里学到 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 你必须清楚的知道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你辛苦工作 是为了达到什么目标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为了取悦你的领导人 而推荐别人加入生意 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但是你肯定不是为了钱而做的 对吗 你必须知道 通过工作赚来的那些钱 能为你和你的家庭做什么事情 当你达成这些目标以后 你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改变 德士特说过 你必须对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有的一个清晰的远景 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愿意在星期六的时候 听我讲话 有些人还不知道 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你还是有希望的 我们会给你们希望的 但是当你工作的时候 你必须把那个远景 时刻放在眼前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 足以描绘我们的特点 我们是充满志向般懒惰着 我们是充满志向般懒惰着 他的意思是 我们希望尽可能做那些 能给我们带来最好结果的工作 当我们和新人说话的时候 我会促成他们定下 在每个月第一天就订购 一百分产品的目标 我们要帮助新人和年轻人 更快在这个生意里获得利润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第一点就是产品增加你的个人业绩 第二点就是让人们快速 在这个生意中起步 帮助他们尽快推荐一些人加入 建立一个初步的结构 我对新人说 现在你们写下了一百五十个名字 在我的帮助下 我相信我们可以把这些人都邀请过来 给他们讲讲 不需要多久 我们就能从中找到一二十个人 他们认同这个概念 而且愿意去做一些事情 现在让我们定下目标 让这十个新伙伴 都在每个月的第一天 就订购一百分的产品 这样到了第二月的第一天 你一醒来 已经有了一千分的业绩 我们这样做已经几年了 非常容易推广 你推广什么 人们就会去做什么 所以我们推广在一个月第一天 就订购一百分的产品 同样我们也推广个人业绩三百到五百分 你推广什么 经常谈论什么 人们就会去做什么 我从来历那里学到 我们不要去告诉别人 应该做什么事情 而应该向他们解释 做这些事情的价值 你可以跟一个新人解释说 每一个月的第一天 订购一百分产品 究竟有什么好处 如果你有十个伙伴这样做 在一个月的第一天 你的朋友问你 你的生意进展如何 你就可以说 在这个月第一天 我的生意就有五千美元的盈利额 我们还有二十九天 去做到更高业绩 这是多么令人开心的事情 我们有着一个每月的教育计划 你们大多数人都订购了这个计划 但是你们真正明白它的价值吗 我知道一个事实 那就是每一天 很多人都需要为别人打工八小时 坐在一个小格子里 让另一个人控制着上天 给你的最好礼物 那就是你的大脑 我发现一天至少天一核西滴 才能抗衡那些消极思维的入侵 这个生意是一把双刃剑 它的优点是 你不必把所有的钱 都投资在前期投资上面 而且你不用每天花八到十二小时 也能做成它 但是缺点也正在于 你不用每天花八到十二小时 不用把所有身家都投入在上面 所以人们经常会怀疑它的价值 只要花八到十美元 就能买到一盒CD 它能有多好呢 但是我发现 我每天花八到十小时在公司 我确实需要每天听几何CD 才能确保有足够多的正确信息 进入自己的大脑 你不必非得这样做 但是每一个钻石都这么做了 这又回到复制上面 我发现 我听越多的CD 我就越积极 我从每个月的持续学习里 得到第一个大收获就是 我培养了一种积极的心态 它为什么重要呢 如果没有积极心态 这个生意是做不成的 你可以埋头苦干 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对 你甚至有着非常好的人际关系 你可以把敞篷汽车卖给一个多伦多人 你可以把兵卖给阿拉斯加人 你无所不能 但是如果你态度消极 一切都会做不下去 我尝试过了 我尝试用过消极态度去工作 使CD把我矫正过来 当你最不想听CD的时候 正是你最需要听CD的时候 当你最不想去参加聚会的时候 正是你最需要参加聚会的时候 你们有多少人听说过 如果每天运动20分钟的话 我不是说要使用肋骨唇 把肌肉练得吓人那样的运动 我只是说让你的心跳 提高到一个适当的强度 持续20分钟左右 医生会告诉你这样做的100个好处 每个人都知道这样做的好处 但是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做到 我也没有做到 那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你仍然需要愿意去做才能成功 大多数人失败的原因就好像新年志愿 通常无法实现那样 在新年前后 健身俱乐部的会员人数通常会突然上升 很多人说在新的一年里 我的生活一定要有所不同 如果你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生活有所不同 你就应该现在就开始做不同的事情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如此 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好的婚姻 你就必须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好的精神生活 你就必须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如果你想要你的生意成长 你也必须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你要去到导师那里 问问导师 你认为我的生活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善的 然后仔细聆听 认真学习 当你和这些优秀的人接触的时候 好好观察他们是怎么做的 留意他们如何处理各种情况 仔细观察别人 在这方面来历是一个大师 你不仅能从做对事情的人身上学到东西 从做错事情的人身上也能学到东西 你从任何人身上都能学到东西 你们是否明白 从别人的错误里学习 比从自己的错误里学习更好 这就是系统的关键 那些先行者们已经走过地雷阵了 德士特和伯蒂取得了60FAA分 他们犯了最多的错误 他们遭遇了最多的拒绝 他们做了千百次的试验 不断调整 最终发现了问题的解决方法 都归纳在那些CD里 所以我每天都听CD 我做出这种投资 我从CD里面学习 以端正我的心态 我需要做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读书 读书 读书 我学会问领导人 你推荐我读什么书呢 当领导人推荐你读一本书的时候 不要认为他们是在教育你 他们只是在帮助你成为一个百万富翁 你可以放松一点去读那本书 你也可以有技巧的说 这本书可能不适合你 布莱恩 但是如果你读了 你就知道要向你的团队推荐什么了 如果你们听过这句话 那就意味着你的领导人 是在有技巧的提醒你 顺便说一下 不要为你的团队去阅读 不要为你的配偶去阅读 总之去读人际关系的书籍 人性的弱点等等 读积极心态的书 这是很神奇的 你如何设定自己的大脑程序 你就会得到什么 还有领导力的书籍 领导力21法则等等 所有的这些事情最后都会回到你们身上 你希望把自己和外面那些普通的生意人区别开来吗 如果你想的话 就必须这么做 在你不愿意去做的时候 依然去做 就是这样 锻炼身体 练出好身材的关键就是 即使不想去运动 还是去运动 大多数去健身中心做运动的人 最后都不了了之 因为他们不想去的时候就不去了 他们只是习惯的生物 最后就再也不去了 这个生意也是同样 因为去做健身的人和登记电脑号码的人都是同样的人 当你再也不想听CD 再也不想让那个快乐的家伙和你谈自由的时候 也正是你需要再塞一个CD进去的时候 这是最难做到的事情 但他这是普通生意人和翡翠钻石的最大不同 当你不想做的时候 你依然去做 当你不想讲计划的时候 你依然出去讲计划 当不想对人们友善的时候 依然对人们友善 有许多时候 我是非常不想去参加聚会了 我这么说 也许会让你们吃惊 我和任何人都是同样懒惰的 但是我依然去做了 因为我爱我的妻子和家人 我知道这样做是正确的 所以我依然去做了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参加所有聚会 如果你不去 你的团队也不会去 要成功的话 这是不可选择的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发现 没有哪位翡翠钻石不参加聚会 也能获得今天的成就 我总是这样跟人们说 我很不愿意参加聚会 但是如果每年能得到额外的五万美元 我愿意每天听一盒CD 读一些书 参加所有他们建议我参加的聚会吗 我知道我们是有很多聚会 但是和每星期要工作40小时的打工生涯相比 它究竟有多少呢 一切都是相对的 当然你需要用诚信和责任来工作 当我听到这一点的时候 就立刻被谢了 因为没有其他行业的人谈过这个问题 你要建立信任 为人们服务 为家人做一些事情 为团队创造团结和统一 我的团队所缺乏的是 是咨询和制定行动计划 很多伙伴都没有和领导人坐下来说 我现在在这里 我想去到那里 在接下来两个星期里 请监督我的进展 有些人会高喊口号说 我想明年就做到钻石 你怎么做到的呢 你有行动计划吗 你有着一位教练 最近我的教练说 阅读通过和别人一起工作 去应用你读到的东西 制定一个行动计划 以便我们可以监督你的进展 以后进行复制 他说布莱恩 把这些写下来 纹在你身上某个地方 这些是前两个月的事情 我们还在学习阶段 阅读和你的团队 为你的配偶一起去应用你读到的东西 然后让我们坐下来 做一个全面的回顾 让你的教练去指导你 你有着一个教练呢 没有人能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胜利 有一个我很敬佩的人 他在海军工作了二十多年 然后来到美国银行工作了十五年 做到部门副总裁的职位 他正在休假的时候 接到一个电话 说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或者在美国银行的芝加哥分部工作 或者退休 我很敬佩他的决定 他说我不想因为保住工作 而失去我三十二年的婚姻 因为他的妻子不愿意跟他一起去 他知道他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必须离开美国银行 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我可不想被逼到那个地步 他没有一个教练 曾经有人指导他 让他做到副总裁的职位 但是后来他就没有继续接受指导了 我不喜欢这样做的回报 我很庆幸找到一个教练 能为我和我妻子提供一流的生活方式 我不在乎你有你赚到的钱来做什么 可能我还太天真 但我还真的没有发现 任何别的生活能和钻石的生活方式相比 虽然你们做别的生意也能赚到钱 但是你们肯定不会有像这里的亲密友情 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们一起走过人生的旅途 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在座的朋友 你们手里都掌握着一些非常独特的好东西 别太自私了 和人们分享吧 阅读工作 找一个好教练 和那个教练紧密配合 让我们一起走向自由 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同吧 让我在这里和你们谈谈快速成长 我想和你们谈谈 我们在温特斯团队里的一些做法 我们的领导人教我们这个快速起步计划 你可以运用这个计划来建立一个大生意 我们可以看看外面世界的任何一个机构 今天我们指导大学生的方式 已经不同于七八十年代指导大学生的方法了 时代不同 人们的心态也就不同了 我工作的美国银行 它是世界上利润率最好的第四大企业 我们这个小小的商业服务和信用卡部门 今年盈利达到两百三十亿美元 利润非常可观 这些大企业一直强调 第一维护好已有的客户基础 这就是培养人际关系的话题 但是如何让生意进一步发展呢 今天你做生意的方式已经和五年前不同 因为科技已经大为进步了 但是有些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例如为人们提供服务建立信任 以坚定的原则为基础来建立生意等等 这些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但是我意识到由于高科技的发展 今天我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 当年我加入的时候我没有手机 你们多少人加入的时候是没有手机的 今天你们显然不可能再用同样的方式来建立生意了 你们都有手机 你们多少人是通过和人们收发短信来建立生意的 你们多少人是在一些社交网站上 找到你用其他方式找不到的生意对象的 我是一个很低科技的人 但我的团队不是 我正在努力追赶他们 我知道外面有一些非常不错的社交网站 可以让人们找到潜在的合作伙伴 我起步的时候一开始就要列名单 今天我们仍然这样做 但是现在人们随身携带手机 立即就可以找到他们 六个月前我给一个年轻人讲计划 他叫杰森 六个月之后我的一位组员偶然碰见了杰森 他们是朋友 杰森问我的那位组员说 你和布莱安一起合作的吗 他说是的 他是我的导师 杰森听到以后非常兴奋 他们攀谈起来 后来杰森和我们见了面 我说再次见到你 真是太好了杰森 现在发展这个生意 比六个月之前更好了呀 我说杰森 我可以给你看看 这个生意有多简单 你能快速起步吗 好啊 我让他拿出手机 说在这里 你认为最有志向的四五个人是谁呢 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叫史蒂夫 去年刚大学毕业 已经工作了一年 收入也不错 我问杰森 在你的手机里 还有谁在一边读书 一边工作的 你要明白到 在过滤名单的时候 是你来决定要给谁讲计划 而不是由新人来决定 如果由新人来挑选名单的话 他可能会打电话给名单的前二十个人 而名单的最后二十个人 也许才是我们真正要接触的正确人选 史蒂夫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年轻人 他获得计算机学位 已经工作一年 很有志向 我用杰森的手机打电话给史蒂夫 他一接起电话就问 杰森 有什么事吗 我笑着说 喂 史蒂夫 我是布莱恩 我用杰森的手机打给你的 我们还没有见过面 我和一些企业家合作一个生意 正在寻找一些关键人物来参与其中 杰森刚刚参与 他提到过你 他对你评价很高 相信你也希望在业余时间再多赚一些钱 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 不过我们可以和杰森三个人坐下来 我来给你讲解一下 我们在做的项目 看看我们能否合作 史蒂夫很爽快答应了 我们和史蒂夫见了面 但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杰森 我和史蒂夫做同样的事情 我用他的手机来工作 效果很好 他才加入几个月 已经发展了相当大的宽度 做到了2500分 小组里有十个人 每月的第一天就订购100分产品 所以在这个月的第一天 他就有来1000分 我对史蒂夫说 再过几个月 你就能做到1万分 开始向直系进发了 他吸收了很多大学毕业生加入 此外 我们还找到一个大学生 今年12月刚从大学毕业 他写了125个名字和电话号码 都是一些刚刚毕业 或者毕业不到一年的人 他们刚刚感觉到世界的滋味 我以前经常和年轻人一起列名单 然后约好几天之后再碰面 但是那些年轻人的注意力 根本无法持续这么长时间 他们跑去做其他事情了 你找不到他们 所以当我和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有了一份名单 就在他的口袋里 前几天 在美洲公开聚会之后 我给史蒂夫团队的四五个人做跟进 其中有个人没有听我说话 而是飞快的发短信 如果是以前 我会很生气 这个人怎么没听我说话呢 他的名字叫巴利 我说巴利 你现在在给多少人发短信呢 他说五六个人吧 我说你给他们说什么呢 他说我晚点再打电话给你 我现在正和一个人谈赚钱的事 你知道他的朋友们在想什么吗 他们肯定在想 等会他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要问问 他那个赚钱的事情是什么 有两种情况会发生 这个叫巴利的新人 会尝试解释我们的生意计划 或者由我来讲 无论如何 他都会和朋友们谈起这件事情 现在手机和短信如此普遍 人们来参加公开聚会 聚会还没结束 他们的手机上就收到了四五个留言 现在你们开会的时候 会不会告诉人们关掉手机呢 因为随时会有人打电话 到他们的手机上 我对巴利说 你的手机上有他们的号码吗 有啊 我们现在就打电话给他们吧 巴利 我要让你看看 这个生意是多么简单 他打出了电话 我说把电话给我 巴利对他的朋友说 我现在正在这里和一个朋友谈赚钱的事情 就在对方问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我已经把电话接过来了 你喜欢用什么措辞都可以 但我发现很多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都在寻找实习机会 我们用的很好的一些说法是 喂大卫 我正和巴利坐在一起在谈赚钱的事情 我和一群企业家一起合作一个项目 我们在筹备一些学习班 几年前 我有机会成为一些企业家的实习生 他们告诉我如何赚钱和拥有一些生意 我们正打算在这里开展这个计划 巴利应该会加入我们团队参加我们的下一个实习计划 我愿意花二十分钟的时间和你们坐下来谈谈 介绍一下巴利参加的这个实习计划 或许我可以让你加入这个计划 十有八九 那些年轻人会很高兴的答应的 而且还迫不及待的想见面 成功的关键是你是谁 以及你认识什么人 我们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我说巴利 成功的关键是你是谁 以及你认识什么人 我和一些企业家一起发展一个项目 我们正在筹备一个实习计划 他们不仅教我如何去赚到一些钱 还教我人际关系技巧 让我远远领先于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些同事 人们很喜欢听到这句话 我告诉他们 通过我表哥的介绍 我入了门和一些百万富翁一起 或者和一群企业家一起发展一个生意 他们提供的是一个企业家实习计划 成功的关键是你是谁 以及你认识什么人 这些人教我在美国 钱是如何赚到的 你们都看过 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 被动收入等概念 我学到的一样东西是 富人是怎样赚钱的 他们还和我分享一些生意模式 以及我如何能和一些大企业分享利润 他们还教我成就一个大生意的八个步骤 不仅使我在这些大企业里 更加如鱼得水 还改善了我生活的其他领域 你知道八例成功的关键是你是谁 以及你认识什么人 当你学习我们的这个计划 你不仅能从这些人身上学会如何赚钱 而且当你第一次去工作面试 或者有机会在工作中被提拔时 你会大大领先于你的竞争对手 所以这些年轻人会带着迫不及待的学习心态 加入系统参加我们的生意 不是带着一种你们准备向我推销什么的防卫心态 而是带着一种我能向你们学习什么的心态 我们难道不是希望所有人都带着这种心态进来吗 如果这个生意只是要销售一堆产品 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一堆书呢 所以在和年轻人说话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使用正确的措辞 另一点是我不认为自己很老 但是我也明白 面对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任何一个二十多岁三十岁的人都是老的 想想你自己二十岁的时候 你会不会认为三十五岁也是很老的呢 当然 因此我们必须 接着一个的百万富翁讲话 我能让你们接触到这些人 他们教你的东西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的 我不是在贬低教授 不过我不认识哪个教授也成了百万富翁 让人们支付几千美元才能向他取经 百万富翁所知道的事情和我知道的事情肯定是有些不同的 你年纪越大 年轻人就越听得进去 不过我不会做一个怪人 用年轻人的语言去迎合他们 说什么我听的音乐和你听的音乐一样 一个四十五岁的人装成二十岁的样子是很奇怪的 二十岁的年轻人一眼就看得出来 不过我足够熟悉一些流行的社交网站 足够熟悉短信等新东西 知道他们一走进会场 就会开始和朋友们谈话 会议结束马上又和朋友们谈话 他们肯定会和朋友谈到这个生意的 所以你最好随时准备好去迎接他 你要知道这个事实 我知道这个生意发展到今天 有着如此丰富的产品 如此便利的订货和送货系统 还有如此迎合年轻人口味的产品 例如能量饮料 现在加入这个生意的人平均年龄已经去到二十多岁 这是来自公司的统计数字 不是我说的数字 你们多少人是在所有这些优势发生以前就参加的 我也是 那个时候你也能建立生意 但你需要拥有很多才能 去应付所有你需要应付的繁琐事务 现在有着如此多的高质量工具 给我们提供教导 现在的年轻一代被称为是企业家的一代 他们经常看到那些明星们是如何生活的 他们看到运动员如何通过代言人和广告来赚钱 其实我赚钱的方式和泰格伍兹的赚钱方式是一样的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泰格伍兹靠穿耐克的衣服和鞋 开别克车一年赚到八千万美元 和你赚钱的方式是一样的 这怎么可能 穿耐克开别克 其实和你喝能量饮料的道理是一样的 公司付给你的钱越多 它的味道就越好 喝这种饮料如果可以让你每年赚到六千六万或者六十万美元 它的味道简直无与伦比 我可以保证 现在我知道这个生意最终是由年轻人来建立的 在温特斯团队里有几个二十多将近三十岁的年轻人 他们五年前接触到这个生意 现在已经在钻石达标中 莱莉最近做了一个聚会 有一个年轻人二十岁多一点加入生意三年 第一年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但现在他带了九个小组来参加聚会 刚刚做到红宝石 他整个团队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二岁 他们还有至少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黄金时间 去把这个生意推向新的高度 年轻人精力充沛 如果他们充满激情的离开一个聚会 他们才不会回家睡觉 而是会出去告诉所有朋友的 要好好利用这一点 还要明白的是 你不必假装成二十多岁的人那样 你只需要说 你看我能为你做这些事情 我能让你接触到这些成功人士 如果我用某个人的手机给他的朋友打电话 说我和一些企业家一起合作 正在发展一个生意项目 如果对方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他一定会期待一个年长的人 而不是年轻人来给他讲生意 我也不会期待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 说他和一些企业家合作拓展生意 如果当时我们没有时间 直接给他的朋友打电话 我会这样教我的新人 我跟他们说 你的手机今晚会响起来 你想知道如何让你的朋友 对这个生意感兴趣吗 想知道啊 当你的手机响起来的时候 你通常会说什么呢 我通常会说 你好 不是的 典型的年轻人之间的对话 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在干嘛 没干嘛 你在干嘛 没干嘛 你这个周末打算做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你想做什么呢 这是不是平常人们的对话呢 如果你改变你说的一两句话 你就能让电话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好奇 想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了 如果你听我说的话 你会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的 我能告诉你如何快速的赚钱 请留意了 你的朋友来电话 问你在做什么 你可以说一些夸张的话 例如我告诉你 你也不会相信的 你的朋友会怎么回答呢 他会很奇怪 你在说什么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成功的关键是你是谁 以及你认识什么人 他越来越糊涂了 然后你继续说 我刚刚认识了一些做生意的人 他们想开发一个生意项目 我或许可以参加到里面 和这些人做一点事情 他们正在吸收一些新人 参加一个且家实习计划 我很兴奋 能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做事情 就这样 句号 不用再说其他多余的话 如果你说了其他一些话 我就会知道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他们就不想跟你坐下来谈了 如果你坚持用刚才的措辞 你就会打电话给我 说有十个人等着看我们的生意概念 然后你对你的朋友说 我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他们 把你介绍给他们 他们可能会给你打电话 约个时间见面的 这样做的好处是 如果我不是很快打电话给你的朋友 会怎么样呢 你的朋友会很着急 打电话给你 说那些人怎么没有给我电话呢 你有没有把我介绍给那些人呢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现在经常有人打电话给我们 主动说想了解这个生意 而不是我们打电话 找人来看计划 当我打电话给他们 说我是布莱恩 十有八九 他们都会说 哦我的朋友和我提到过你 因为他已经打过电话给他们了 然后我说 我不知道史蒂夫和你怎么谈到我 我的时间很有限 但是你是史蒂夫的朋友 我愿意和你们坐下来 一起看看一些概念 看看我能怎么帮你多赚一些钱 你肯定希望多赚一些钱吧 然后你就可以和他们约定时间了 我们所需要的 其实就是有着四五个人去复制这些事情 去讲计划 这个小组就能很快做到一万分 只需要四到五个人 这就是我经常看到的 当有四五个人在复制和讲计划的时候 我们就能快速推进一个小组 现在的年轻人只有非常非常非常短的注意力集中期 我不想让人们觉得我像个老头在讲话 不过现在人们的注意力集中期比十年 二十年以前短得多了 现在当你看电视的时候 你会发现画面总是在不停变换中 因为人们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安静的坐在那里看电视了 画面总是需要不停变化 才能让他们保持兴趣 这个生意的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必须帮助人们更快的 而不是更慢的发展生意 多快呢 能有多快就多快 毫无疑问 这对你们领导人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因为你知道 听你讲计划的这个人不一定会做这个生意 但是他名单上肯定有人会去做的 越快找到这些人对他们就越好 对你也越好 我不想制造混乱 不过我想告诉你们 现在人们发展的速度之快 令人难以置信 当你帮助他们发展四五个人以后 他们就会去到社交网站 轻易找到一些 他们也许五年都没有见面的朋友 我的高中和大学同学 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 但他们很可能在一些社交网站上面 在我起步的时候 打电话给一个五年没有见面的人 并不是这么自然的 但是在今天就自然多了 因为他们看到你上了网 每个人都在这么做 然后你就可以说 我正在和一些企业家合作一个项目 正在寻找一些合适的人选参与到里面 如果你对在正常工作以外 赚取额外收入感兴趣 我让他们给你打电话 如何 像这样的事情 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 在今天高科技的时代 你能找到任何一个人 建立这个生意也就快得多了 我们以前建立生意的速度很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用老的心态来看待生意 我发现高科技在冲击着每一个人 我们都需要赶紧追上时代的发展 最后一点是我教我的伙伴 当我结束一个聚会以后 我知道这个对象的手机上 有着两个留言 四条短信 如果我不在他们走出会场之前 给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他们一出去 就会对别人解释这个生意了 所以我会跟人们说 刚才在我说话的时候 你们有些人接到好多留言短信 但是请你们不要尝试 用短信来解释刚才你看到的事情 那是行不通的 关键是复制 邀请你来这里的朋友 明天会和你一起 面对面的把这个生意 讲解给你朋友听 给我们24小时 我们就会让你们看到 你的生意可以多么快的动起来 我们有着一个快速起步计划 如果你有兴趣知道如何快速 而不是慢慢的赚到钱 向你的领导人咨询吧 你的领导人会解释给你听的 讲完这番话以后 我就让他们离开了 不是这样的话 我就会发现在离开会场的时候 他们会立刻和朋友们谈这个生意 我当时没有和我的朋友谈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看到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家里甚至还没有电话 更别提手机了 所以时代在改变着 这是一个好消息 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优势 因此你必须忘记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做到你现在的级别 让我告诉你们 这真的是一个两到五年的生意计划 当我给人们讲计划的时候 我真心相信 我是在给他们讲一个两到五年的生意计划 我知道我自己做的没有那么快 但是如果现在的年轻人让我来知道他们的话 我就能帮助他们快速做到 总之燃烧起激情吧 希望我的讲话能帮助一些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